youtube 今天的影片是什么呢 今天的影片是我的爱用品分享 对 但是我今天要介绍的爱用品 其实不是美妆绑养品 讲了三句话 就要去用一个 爱用品 这是我的实像片 实像片件 好小壞蛋 我今天要介紹的愛用品模是 我的服飾配件還有一些小東西的分享 然後今天的配件衣服 包包鞋子等等的愛用品 有部份是我之前配合的合作穿搭的商品 好 因為呢 我覺得廠商合作一定要很明確的告訴大家 這片影音絕對不是贊助紋 然後呢 我的那個文章下面按開會有簡介嘛 如果那天是廠商紋的話 我一定會在上面標注 這樣講你們有明白嗎 總之總之 就是我想要特別的釐清這個部分 讓你們不要太擔心 好的 畢竟我也當播客當了好幾年 我們在挑選案子的時候一定是適合自己 然後商品品質要好 跟他的CP值有對到 這樣的商品我們才會真的願意分享給你們 因為如果現在亂推薦亂分享 那也是等於是砸了自己的招牌 覺得完全是沒有這個必要的 好 那這樣你們有了解嗎 OK 那我的愛用品系列呢 就從這一篇影音開始吧 我覺得自己在錄影片的時候 比如說我要講比較長的影片的話 我會有很多重複的罪詞 那我自己在剪片的時候也會聽得不耐煩 因為我剪片要重複看那段影片可能10次以上 所以呢 我今天會努力一點不要說這麼多的罪詞 嗯 只是ем 那 可能我在講話的時候就是會有點走了 就是我 可能要思考一下什麼東西不可以講出來 那 如果今天的影片有點呆滯 請你們包容一下囉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Immediately 一樣就從比較無關緊要的東西分享給你們 就是這個杯子 它是玻璃杯 然後下面是 橡膠嗎?還是塑膠 它就是可以止滑的杯墊 那滿有重量的 它這個是那種 上面有一個蓋子是可以讓你壓檸檬汁 所以玻璃的瓶子也很適合拿來裝比較酸一點的果汁飲料等等的 那這個對我來說它的優秀的好處是什麼呢? 因為它非常重 然後它下面還有直滑的功能 所以我們家的貓不管在哪裡跳它都不會倒 但是我們家有一個比貓更危險的東西就是我男朋友 我唯一一次杯子被打破的經驗就奉獻給它了 因為我們家的貓不管怎麼跳它就是都沒有事喔 而且從來沒有倒過 我男朋友就是走過去一個人踢到它就倒了 所以我們家有一個更危險的人物是我男朋友 好 那這個東西我記得價格沒有很便宜 可是它真的很難用 那網路上好像逐漸開始有各種不同的牌子 比較貴跟比較便宜的 我第一次買是買比較貴一點點的 第二次買是買比較便宜的 然後我用起來是覺得都一樣 所以好像不是很需要買到很貴的 這男人妝檸檬水也非常的好 可以夏天可以解渴又可以美白 第一個東西分享完畢 對了對了 我想要先分享一下我剛剛 因為我剛剛還沒拍影片之前我先化了妝 然後化妝的時候我是在拍這個 花娜小姐的遮瑕膏 那我以前其實就用過了 因為它殼非常容易髒 你看我今天才第一次用它就髒得跟什麼一樣 所以後來用了幾個月之後我就沒有繼續用 那它真的很保濕很保濕 如果你是那種皮膚很乾很乾的人 像我就是皮膚很乾很乾的人 用這個的話完全不會乾裂 因為我現在而且它遮瑕力非常非常的好 你還記得前幾支影片我這裡有一顆很大顆痘痘嗎 那它還在 對它還在 因為我距離上一支影片拍片的時間沒有差很久 那它還是立體的而且還在 可是我用這個反覆遮很多次就遮瑕了 就是你們看我現在的 這裡 就是藏了一顆豆子的 很大顆 然後 不可以說 然後 它最讓我喜歡的地方 是它這個深色非常非常的深 那像我們腹植真的是比較偏黃偏深的人 用一般的遮瑕盤 的顏色都沒有到那麼深 所以 在遮黑眼圈的時候 有時候遮起來就是 立體感會不見 就是你這裡會變成一塊死白 可是如果你用這種比較深的 遮瑕的話呢 黑眼圈可以遮得非常非常的自然 好今天有周 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我覺得 盡量也不要講 我覺得可以說嗎 因為我平常真的是沒什麼在講話的人 接著是 項鍊 嗯 我要特別推薦一下我們家的貓咪項鍊 那 應該不少人都知道 這個牌子是我的牌子 它是叫做 MIMIG MIMIG 網址也很好 其實叫做 MIMIG.COM 啊 MIMIG.TW 好 然後這個杯子也是我們家的杯子 只是呢 我自己留下來用的東西都是 你知道 嗯 瑕疵品 故障品 損壞品 訂壞的東西 做壞的東西都會到我的身上 所以我們家有 庫存超級多 嗯 印刷失敗 印刷不好的杯子 超多 接著 就是 項鍊 那這是我最推薦最推薦最推薦的項鍊 因為 他們是很大顆的貓咪的頭 那有人有發現這一隻是誰嗎 是我們家的小胖牛巨切 對 那我的項鍊的 嗯 研 研發的出發點 比較簡單 我是用顏色去翻 比如說 虎斑貓 黑貓 白貓 冰獅貓 冰獅貓在這裡 冰獅貓我超級喜歡的 那這個項鍊呢 價錢就是會稍微貴一點點 因為我們是半手工的項鍊 然後 鏈條的話也都是有選 比較好 比較不容易褪色的 鏈條來做配件 嗯 所以呢 價錢會比較高 這次比較不好意思啊 我的耳環今天也帶了 是冰獅貓系列的 那耳環的話跟項鍊一樣都有 都有一樣的款式 如果你們有喜歡貓咪或者是有朋友生日的話 我覺得會是非常非常好的禮物 因為呢 有了這個項鍊之後 我幾乎 就不帶我之前買的項鍊了 我之前買的項鍊有很多是貓咪的 而且 價錢也很貴 可是我 我就覺得這東西真的是太好搭了 不管穿 休閒的 可愛的 氣質的 都可以賠償它 泡邊泡 下雨天泡邊泡 如果你們有喜歡的話都可以 上網去選購 非常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今年也邁入了 第一耶 第二年了吧 好好好 經營非常非常的辛苦 也非常 謝謝 各位 買東西的時候 一路上體驗我們的大家 好 感動 接下來我先從 鞋子好了 這樣說鞋子是我的 摯愛 嗯 對 我超級無敵常穿它們 如果你們有 呃 在發了我的穿搭紋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現我一直 重複出現 球鞋以外的鞋子 就是這兩雙 第一雙是 登登 就我已經 穿到 爛掉了 然後這是第二雙 那第一雙為什麼會爛呢 啊 先說一下 這是 Grace Gift跟 潘娜 聯名的 懶倫休閒鞋 那它的皮質真的是無敵無敵的軟 完全 新鞋也不會磨腳 那我拿的尺寸是 正 正常尺寸就快點 那我平常二四半 然後我這裡也穿二四半 它 它是說沒有增高 但是我自己覺得它的底算還蠻厚的 所以穿起來也是會 覺得有一點點增高一兩公分的效果 那全部就是長這樣 小白鞋無敵 你們知道嗎 因為它現在已經穿過 所以我要拿它對著我的臉 我有一點點害怕 它真的是超級好搭配 你不管是穿 牛仔褲 短褲 長褲 長裙 獎妝 全部都可以配它 休閒的 帥氣的 氣質的 可愛的 也都可以搭配它 所以我覺得這是完美無敵的一雙 感謝楊漢娜 等一下 你們看它 要在那裡喵喵氣喔 走開啦 不要這樣啦 你看說亂有東西 穿上亂有東西 天啊 這支影片一定會被Yuta 弄得超長 好 那我還沒講完吧 應該還沒講完吧 總之它就是很好穿啦 然後好像要出新的顏色了 但是我最喜歡的還是這雙白色 對了這雙白色我是 這是我的第二雙白色 因為我第一雙呢 我其實剛買一個禮拜還是兩個禮拜 你到底在幹嘛啊 很吵 而且叫聲又不好聽 因為我沒有收在鞋櫃裡面 真的快崩潰了 感謝Yuta讓我的情緒起伏這麼大 那這一雙呢 就是我剛買第一 第二個禮拜的時候吧 因為我沒有好好的收在鞋櫃裡面 結果呢 我們家Chicky有一個很奇怪的屁 還有它很喜歡 咬著任何鞋子形狀的東西在家裡跑 比如說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它邊旁邊叫 然後把鞋子叼到某個地方 從A點叼到B點這樣 對 那我的鞋子就被它叼了 而且它叼的地方是這裡 正中央的這個地方 然後就是 超多超多 大大的黑洞 然後 那個洞不是 不是像牛津鞋這樣 搓得這麼有規矩 是那種 那皮料被掀開 那種像 東西被撕掉的那種 洞洞 對 很傷心 但我還是很認真的 把它穿到有點快要爛掉 但我後來覺得 不行 如果它要是斷貨我該怎麼辦 我就趕快補了第二雙回來 來第二雙鞋子是這個漆皮鞋 這雙鞋子是Milku的From Me From Me From Me 總之就是From Me這個牌子 它是韓貨的鞋子 所以我本身是24半 然後我穿了25號 對 沒錯 它很好穿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牛津鞋的款式 就是這種 有點帆船的鞋身 然後這邊會稍微的 大 長一點點這個鞋子 那我非常非常喜歡這種款式的鞋子 是因為它的這個中間剛好是你腳踝露出來的地方 那 這樣的話不會讓你的 小腿跟腳踝的地方 粗細非常明顯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腳踝會 比較細 那 小腿的地方可能會逐漸的加粗 可是如果下穿 有些人穿高跟鞋不會這麼好看的原因 其實跟這種有關係 因為高跟鞋的前頭非常非常的 它只有包到這裡 那你露出來的腳板有那麼大一塊 加上你這裡又很小 這裡很粗 那你的腿就會變得 這樣 這樣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感受過這種 穿那種 比較淺口鞋子的困擾 如果你們有這個困擾的話 可以學我的方式去挑一下鞋子 那這一雙 準備一杯水光是 名字的選擇 一開始稍微有點硬 所以我一開始在穿的時候 都會配長襪 那這種款式的鞋子 搭配短襪長襪都很OK 並不會有太大奇怪的感覺 因為 比較文青系列的穿戴 也有時候會戴一個可愛的 短襪在這邊 那 它這裡的鞋子 稍微硬一點 就是後跟這邊稍微硬一點 但是它很貼心 它有把這邊包起來 所以我自己 大概穿了一個禮拜之後 就不會抹腳 而且我可以光腳穿著 一整片 我希望你們還買得到 因為它真的很好看又很好搭配 再來是手錶 這是最新的 還沒有發售的手錶 它們家的錶 有一個非常非常 美的特色 就是它們是粗獷裡面 帶一點點氣質 就是它的錶 錶頭非常的粗獷 將將 那我之前的是銀色 然後銀色錶帶的 看超級美的是紫色的 我還沒有帶過 跟你們說它這一季出的顏色有 粉紅色 白色 紫色 湖水綠 還是湖水辣 我忘記了 我後來就挑了紫色 我覺得紫色真的超美 有沒有對焦 到底 它們家的特色就是它們的 這個表身是這種 大大的很簡約 然後很有分量的造型 再給你們看 我覺得好美好可愛 春天到了就會開始 少女星奔放 瘋狂的喜歡這種 粉嫩嫩色調的東西 像我現在身上也是一個 很粉嫩的粉藍色 帶好囉 這篇 影音會帶著它 然後你們就自己看 看我在手足舞蹈的時候 它的表現如何 好 接下來是 包包好的 一個包包 這個包包是 我在日本 很常背的包包 它是 OOTD 的包包 韓貨賣家 你們打 Facebook搜尋就有了 它的Size很小 其實是後背包裡面算是 中型的 迷你包 但是很能塞 應該什麼都可以塞進去 相機 大台的相機 當然也塞進去也都沒有問題 我意外的找到了 我剛才找超久的眼線筆 我剛剛想說 怎麼填 該不會又要去買 南半的貼紙怎麼在我這 我要跟大家收那個 儲藏費 這包包的重量還蠻輕的 因為皮革包的重量 通常都是會稍微偏重一點 那這個包包的話 背起來很沒有負擔 而且它很小 放在行李箱 或者是手提的登機箱 都很OK 容量夠大 要塞什麼都塞進去 可是呢 這個是 上個月還是上上個月的 單品了 我希望他們還有 庫存可以賣給你們 我覺得金色跟銀色也很可愛 但黑色是最百搭的 OK? 咦? 醬 瞬間變得好軟 好 那我順便再介紹 同一間是OOTD的 那間買家 這也是我上上個月的 單品 有沒有很可愛的絲巾 做這樣 超級可愛的 教你們 我都是怎麼樣綁這零巾 我不是用綁的 我是用 那個 橡皮筋 直接在這裡 纏起來 那如果像 像是 我自己本身是完全不在意 這個結的顏色 所以我都是用黑色的綁 如果你比較在意 整體的 搭配的感覺 你可以買 那種彩色的橡皮筋 所以你就可以綁紅色的 好 接下來是 兩件 喔這個還蠻得到 因為好像 前不久我才發穿大骨而已 是這一件 我超喜歡它的 洋裝 它是 那這件是 Aroma Studio的 拍賣賣場 因為最近 我的合作廠商都改名字 記憶力有點 這件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後它是長版 大概到膝蓋的洋裝 所以不用擔心 大腿胖胖的話 會顯露出來 完全可以遮蓋 然後你 如果你是夏天去 海島的話 你就可以單穿 裡面穿 小可拉 或比基尼 然後如果 是 想要搭配比較清吞洋液 你就是像我這種T恤 比較淺色一點點的 單色的T恤 直接套上去 就很可愛 你看 它的顏色真的是 很漂亮 很有氣足的顏色 喔我的臉上 好多毛 因為我穿完它之後 我有時候就是 你要亂丟 丟在地上 它居然就是還長得蠻OK的 就是皺褶沒有非常的多 但我這也不知道沾到什麼 就是我是那個衣服毀滅王 可能要趕快拿去洗 立馬就沾到 而且這剩背面的 我背面是沾 沾什麼啊 來 都活在這裡 Aroma 我們家是R還是R 好 這一件呢 是長版外套 我超級喜歡 那它有 卡其色的我也很喜歡 可是我覺得我這個人 比較適合穿 色彩冰昏的 衣服 所以我 最後就選了 綠色的來跟你們介紹 那 像最近天氣真的是 陰晴不定 的狀況 找不到外套穿 這個外套我覺得呢 夏天就不會穿到 因為真的 台灣的夏天很熱很熱 所以是秋冬必備的款式 秋天因為它比較薄一點點 春秋必備的款式 長版的外套呢 有一種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 一穿上去你就是整個人 會變得很有 穿搭感 就是會變得很有型 我很少講很有型這個名詞 所以覺得有點乖乖 反正因為我覺得 長版穿搭 它有一個非常非常 棒的優勢 就是呢 它可以很 俐落的修飾 要玩 就是你身形的 瑕疵 比如說 我就很不滿意 我屁股很大 這件事情 那這個 一穿上去就是完全蓋住 然後 整體的造型又非常的 凸顯 這長版外套在選擇上 真的也是 會稍微有一點點 不好選擇 最好的穿 長版外套 最 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 長版外套就是 毛泥的長版外套 是那種 比較秋天冬天在穿的那種 毛泥的短外套 材質 因為那種材質 並不會讓你看起來很正式 有一些長版外套 它是西裝鋪的材質 加上他們的剪裁 可能就是 都會有一個西裝領口 所以呢 在穿著上面 會比較正式 那像我本身就是不是一個很正式的人 我穿 比較偏西裝款的外套 就要很挑 我一定要穿到那種 偏 休閒一點的西裝外套 才ok 很長吧 喔這件事 糟糕我忘記 因為這是我 還沒有拍完拍照的衣服 我有點忘記是哪一間 我等一下補在旁邊 是這個 軍外套 對 又是一個粉嫩的顏色 那這件軍外套呢 它比較不一般的地方是 就是長版的軍外套 非常長 哈哈 我最近也沒有照片可以分享給你們 對 它就是 比較長一點點的 軍外套 這裡有可愛的 我還沒有看它寫什麼 其實 這裡有一個 自以為很帥的 軍灰 然後這邊其實是棒球外套的設計 白色配 粉紅色 可愛 那這個布料是偏牛仔布的那種 但不會熱 很舒服 薄薄的 再來我還有 一件 買不到的褲子 買不到的褲子 對 這件是我在Nunu Korea買的褲子 但是它 它的上面是寫 RYVI 但是韓國的東西呢 嗯 要強要快 完強就沒有了 那這個已經有一點點久 但我超級常穿它的 因為我本身就是剛剛說過 我不是很滿意我的屁股 跟我大腿 所以 我很少穿 宅管的牛仔褲 最近也比較不喜歡穿洋裝了 因為覺得 突然越來越錯了 但是 這一件的話呢 它就是 寬的 嗯不是寬的 是指頭 指板 直直的 好 下面 是這種 可以反折的 破褲 我 我真的超級喜歡它的 這是我 可以算是 近幾年來 最喜歡的牛仔褲 牛仔長褲 其實比較喜歡穿裙子 裙子比較容易修飾 修飾屁股 接下來這是一組的 欸 斷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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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一定是U台 要斷了 要不要我 把它放在我的床 部旁邊 它會被我睡覺 我的愛用品就這樣被毀了 不過這個應該是可以封起來的 喔 你看 我現在穿就會很性感 直接翻 掉不下來的 天啊 這樣我該怎麼介紹 這一件也跟剛剛一樣 是New New Korea的 我真的很喜歡很喜歡這一件 我穿它大概錄了三支影片吧 不同天喔 可是影片後來都沒有剪出來 因為覺得拍得不好 怎麼辦啊 欸這個 這個 我在懷疑這個是 被吃掉了 你們看我綁起來 變成 這樣子 好不好 這穿起來會變這樣欸 這個就是穿在T恤外面的 明年只要搭一件 比較粉嫩的T恤 就可以 穿 它 好 但是我也穿不到它了 那我的壓軸就美了 我的壓軸就是今天的這一套衣服 就這樣結束了 抱歉 好那我現在要很苦命的去剪片了 我今天錄了一小時 我希望可以剪到18分鐘左右 但我現在又一直在講話 跟我的一些小小的穿搭分享 希望有幫助到你們 喜歡我的話 也不要忘記訂閱一下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